創下剛看到是川普痛批 WHO壓根是在幫老共跑腿 當小弟 然後呢 蓬佩奧直接在G7追殺 這個中國的武漢肺炎 現在美國的重量級政治人士 一個接著一個全面開戰 向中國追究武漢肺炎 中國病毒這件事情呢 已經美國決定全面開戰 所以川普呢 直接講說WHO呢 就是中國小弟 而且他自說 他自己因為斷航而造 不然美國會受到傷害更大 然後蓬佩奧呢 也開始拉幫結派 G7一起出來講說 中國呢 就在搞大外宣 假訓取小仔洗白 所以全面的要跟中國開戰 而且川普還講了 他說現在開始呢 他不需要再講中國病毒了 因為大家都了解 祸害就是來自中國 他不需要再特別提醒這件事了 然後接下來呢 整個全面開戰呢 美國的情勢越拉越高 拉著G7一起要跟中國求償之外 他們已經不是只是政治上的喊話 已經開始要落實成為 政治政策上的行動 所以昨天的時候呢 美國的參眾兩億人 通過一個決議 除了要去在司法上 跟中國求償20兆美元之外 另外一個是 要求美國的國務院 行政機關要進行調查 量化這些損失 將來這些量化 一定要跟中國追求 然後現在美國呢 有兩兆美元 要去救經濟 可是呢 他們又提出了一個 蓋茨提出了一個新的法案 排除中國法 什麼叫排除中國法 就是將來呢 美國因為這個時候 受到很多經濟的損失 而將來政府有很多的紓困 可是這裡面有一個前提 所有的這個納稅人出了錢呢 沒有一毛錢 可以給中國拿去用 跟也不能給中國的武漢 或者是相關的國企 一毛錢都不能給 如果有的話 而且他特別強調 是從現在到Forever 永遠永遠 美國的一毛錢都不能給中國 因為中國造成了這樣的大傷害 而且對美軍來講呢 也開始從仇提改了 美軍70年來是全世界最強的部隊 沒想到呢 他們也在防範這個武漢肺炎 當時的時候 第六艦隊 第七艦隊 通通脫離了岸口 14天都不能靠岸 沒想到一個 整個呢 整個那個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到縣港去旅行一下 阿兵哥下去一下之後 昨天三個 今天又五個 八個確診了 而且同時呢 還有那個第七艦隊的藍領號 也在附近 海軍中標了 連空軍也受爛了 陸克基地是美國在訓練全世界 F-16 還有紅白對抗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訓練基地 然後我們台灣的飛官 到去那邊 飛F-16 到那邊受訓 在陸克基地 也有三個飛官中了 整個美國呢 到現在為止有 227個軍人 都已經受到這傷害 然後再去檢疫 或者 所以美國呢 可能在軍隊裡面 要停止移動 整個狀況要復原起來 要至少60天以後 所以 因為都是你中國 又引力疫情 又開始胡說八道 又開始在撇 撇清責任 川普說 全面開戰